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着外边大西洋的浪涛拍案 我很容易就想到了我在中国山东的老家 我的老家离海就七里地 在我们的山上也可以看到海的波浪在翻滚 想到了家乡就想到了我的一生 因为我的一生是非常有偶然性这样的一个一生 本来我们那个农村一辈子注定可能会当农民 但是没有当成农民 小时候最高的理想是做一个木匠 能够有一碗饭吃 后来也没有实现 但是最后是考上了北京大学 所以我今年68岁 结果呢 这一生里边有将近半个世纪 差两年和一种新的信仰有关 这个信仰呢就是巴哈一教 这是1965年考入北京大学以后 因为学习了阿拉伯语 所以就知道了巴哈教派 然后呢 从1965年过了30年到1995年 一直认为巴哈教派不过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支派 所以一直没有引起我的兴趣 而到了1995年以后 由于和美国的学者接触 在济南大学召开了一次中美第三次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 美国的夏瑞阿里博士和其他的一些代表团成员 提供了三篇论文 谈到了这样一种新的信仰 我从这个时候开始才下决心 梳理以前对巴哈教派的认识 结果就发现巴哈教派确实不是 伊斯兰教的一个支派 而是一个新兴的世界性的宗教信仰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他给我眼前打开了一道非常宽阔的研究领域 所以从1995年这个开始 我就把自己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就转入了这个新兴宗教的研究 就是对巴哈教研究 这样为了回应夏瑞阿里等三位美国学者 对研讨会提供的论文 我也写了一篇论文 题目叫做《新兴世界宗教巴哈一教》 在会上宣读以后呢 是引起了美国代表团的极大的兴趣 从此之后呢 我就花费了我学术研究的三分之一多的时间 来研读巴哈一教的一些文献 这样到了1996年的3月份 我就在教育部申请了一个教育部的重点项目 叫做《外部宗教的渗透与我国的对策》 以巴哈一教为例 这样就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 把这个项目完成了 然后呢 为了完成这个项目 我也在三月份 在山东大学 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巴哈一研究中心 我把我的研究生 和其他单位的一些 有研究兴趣的人组织起来 对巴哈一教进行一些 比较系统的研究 这样我的这个教育部的项目 完成之后 就在人民出版社 就是国家级的出版毛泽东 邓小平文选的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得以出版 书名改为 当代新兴巴哈一教研究 实际上就是教育部的 外部宗教的渗透 与我国的对策 以巴哈一教为例 这个的最终研究成果 出版以后呢 在学术界获得了 比较好的反响 第一次印了三千册 但是很快 这本书就销售一光 然后2001年的5月份 又重印了三千册 这样这个教育部的项目 就印了六千多册 可以说通过这个最初的 对巴哈一教的介绍 国内有很多学者和读者 初步认清了巴哈一教 原来确确实实是 一个新兴的 独立的新兴世界宗教 而且呢 它还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在完成教育部的这个项目以后呢 我又几乎是同时 承担了一个国家重点项目 叫当代伊斯兰阿拉伯哲学研究 我就在这部书稿里边 又用两章介绍了 在伊斯兰阿拉伯世界 出现的这个新兴宗教 就是新兴宗教在 伊斯兰阿拉伯世界的崛起 和巴哈一教的一些特点 同时呢 我又进一步的修订 我的当代新兴巴哈一教研究 所以到2006年 又扩充成一本修订版的 当代新兴巴哈一教研究 这部书稿呢 比原来的出版的 那个小宝本14万多字 就扩充了30多万字的内容 是后来得到 学术界认可的一本 比较重要的学术著作 所以这样一直到2010年 我围绕着巴哈一教研究 也出版了另外的一本书 就是《乳学与巴哈一信仰比较研究》 因为这本书呢 主要是为了 把做乳学研究的学者 让他们呢 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 认识一下世界上的 另外的一些思想系统 这些系统呢 包括一种新的生活范式 这个生活范式的 这个主要的代表 那就是巴哈一信仰 所以可以说从1995年到2010年 这15年我的基本上的思路就是 把巴哈一教作为这个新兴的世界宗教 来对待来研究的 这个过程就是延续了15年 但这15年我觉得对我的一生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因为前30年知道一个巴哈教派 把他作为伊斯兰教的一个支派 不是新兴宗教 而且呢 觉得他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价值 而这15年呢 把他作为一个新兴宗教 来研究 而且出了一些著作 这些著作还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 这一点呢 我觉得我自己非常欣慰 所以这第二阶段 一直到2010年 2010年呢 因为到9月份我正好65岁 就退休了 退休以后的时间相当充裕 就不再受学术界 或者高等学校那些量化标准的影响了 所以我读书的兴趣就更大 这更大 结果呢 就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巴哈一教 不仅是作为一种新兴宗教 而且呢 它是对中国的现代化 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居然有很大影响的一个新信仰 新的生活方式 那么我就梳理了一本书 其中一本就叫 新文化运动和巴哈信仰 到2010年9月份我正式退休 因为65岁了 这个时候呢 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接触巴哈一的文献 结果就梳理了近1000种图书和文章 就发现呢 在中国很久以前 1916年就有学者 对巴哈信仰进行研究 而且受了它的影响 结果就发现呢 巴哈一教不仅是一种新兴的世界宗教 而且是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尤其是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有重大影响的一种思潮 这种思潮的直接继承者 那就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 胡适先生 胡适呢 从1916年到1912几年的时候 一直在宣传新文化运动 而这个新文化运动 是与他1910年到1917年 在美国留学的背景有关 其中包括受到了巴哈信仰的影响 除了胡适之外呢 其他的另外一些 新文化运动的健将 包括周作仁先生 他在日本的东京 曾经参观过一个小村 参观之后呢 就引用了巴哈沃拉的一句话 叫做一切和和的根本 在于相知 而他的哥哥鲁迅先生 也是新文化运动的起手 而他作为一个世界语的支持者 和巴哈信仰的传教者 马莎鲁特 是在北京的世界语学校的同事 他们同天参加了世界语学校的开学典礼 而且呢 从鲁迅对世界语的支持来看 他在相当程度上也了解 应该说也了解巴哈信仰 所以这个阶段呢 我觉得我的精神一直很兴奋 出于一种亢奋状态 发现了这个实际上 中国历史研究当中 谁也没有发现到的问题 包括研究 胡适先生的一些写的非常大部头的转迹 都没有涉及到他在美国接触巴哈信仰的内容 而这个发现我觉得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来源 过去很多人呢 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一直认为它来自于日本的思想的影响 因为好多人是从日本留学的 而忽视了受美国思潮 尤其是在美国的一些新思潮的影响 其中就包括巴哈教影响 这样的一种新思潮 对中国的影响 我现在认识还刚刚开始 实际上国内呢 其他学者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 我想随着这个胡适研究的进一步的加深 可能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资料 证明呢 胡适先生自己所说的 接受了巴哈姨姆的影响 是真实的可靠的 台湾新文化运动呢 过去不大注意清华国学研究院 实际上我发现清华国学研究院呢 在新文化运动里边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因为它从另一方面 对于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来讲 是起的作用非常大的 胡适先生从另一方面是新 而清华国学研究院呢 有四大导师从旧的方面来维护中国传统 我觉得同样的价值 而清华国学研究院 过去大家议题都是四大导师 汪国伟梁启超 陈英雀赵元任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四大导师背后的策划者 真正的推动者是清华大学的校长 曹云祥博士 曹云祥就是中国最杰出的巴海信仰者 他实际上接受巴海信仰比胡适信仰还要早 他1911年在耶路大学读书的时候 就成为一个巴海信仰者 后来在1914年又在哈佛大学拿到了NBA 是中国的第一个NBA 是非常杰出的有经济理论研究的学者 但是后来呢 因为他很长时间是做外交官 从外交官的职位上到清华任教 担任教授担任校长 把清华呢 从一个中专改造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 这个一流的大学 我觉得清华大学的校史 往往是从1911年学校的时候开始 但实际上清华大学的校史 应该从1925年开始 从他的大学本科招生 是1925年正是曹云祥当校长 1922年当校长 1925年开始招本科生 他的本科生里边 最好的学生 以王干昌院士为代表 两担一兴元勋 而1925年呢 也是他创建了清华国学研究院 成立的那一年 清华国学研究院 从一开始 就把清华学校的起点提得很高 因为他成为研究型大学 清华国学研究院是有开创职工的 而清华国学研究院 他们在保存中国传统文化 尤其是国粹方面做出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而这背后都是曹云祥 作为一个巴哈耶信仰者 由于他引进了耶路精神和巴哈耶信仰 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 所以创造出了一个清华国学研究院 我觉得新文化运动对这一块过去不讲 现在应该讲 而且这个国学研究院的贡献 和胡适先生的新文学应该相互补充 这样才一部近代史更完善 因为这两年的时间特别集中 所以我读了这一千多部著作和文章以后 就完成了两项工作 一个就是把民国时期的一个最接触的巴哈耶信仰者 炎耀卿的传写完了 而且这个传在2013年的1月份 由广东出版集团的华城出版社出版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也把这一千多部著作和文章进行了疏离 从中选择了和巴哈耶直接相关的400多部篇 著作编成一部巴哈耶文献集成 通过这个文献集成的编选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巴哈耶信仰 从开始1916年胡适接受巴哈耶信仰 这个有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 到2010年2011年我们截止的日期 巴哈耶信仰在中国的认识呢 称一个微子型 就是两头高中间低 一开始对巴哈耶信仰的认识非常到位 跟我们今天认识的几乎差不多 然后中间呢 由于受苏联的一些教科书的影响 意识形态化的东西特别多 所以对巴哈耶信仰呢 有一些认识上的落差 改革开放之后呢 随着不断的对外开放 这个巴哈耶在中国的认识呢 又逐渐的回升到一开始的那个高度 所以成为一个微子型 用中国来讲呢 好像马鞍形 道马鞍形 这样的一个过程 很有意思 所以这样我这一辈子呢 68岁今年 其中有48年 差两年就半个世纪 和巴哈耶信仰是有这么紧密的联系 前30年无关紧要 因为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新兴的宗教来看待 后来的这18年 我觉得我对巴哈耶的认识是一步一步的加深 随着这个认识的加深 我想我后半生 如果这个时间充裕的话 我还要做一些巴哈耶教 巴哈耶教的其他的一些研究 其中包括 马上尔路特在中国 这个我已经开始搜集资料 但是能写成一步什么样的著作 现在还不敢说 另外呢 恐怕也要对巴哈耶信仰在中国的传播进行进一步的梳理 让国人能够真正认识到巴哈耶信仰在中国到底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这样我这一辈子 前20年呢 因为出于一种无知的状态 本来是一个农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出身 应该当一辈子农民的 结果呢 被有人性牵着一步步的走 先考入了北大 然后呢通过学习阿拉伯语 了解了巴哈耶教派 然后呢又知道了巴哈耶教 是一种新型的事业宗教 到现在为止 又认识到了巴哈耶教和中国的命运 居然是这样密切的相关 所以我这一辈子这个偶然性牵着我走 但是虽然很被动 但是我觉得 现在看来还是 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价值的 可能比作为一个农民的贡献要大一些 因为在某种程中里面 下方便在某种程中里面 在某种程中里面 海岸上是有价值的 有价值的 因素的 那是有价值的 在某种程中里面 农在某种程中里面 在某种程中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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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某种程中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